2019富邦仁壽有式戏技冠军杯 北一区预赛进入在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火热开打 透过今明两天赛事将诞生北一区冠军队伍 首场赛事由重返戏技冠军杯的大同大学机械工程学系 迎战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 这场机械工程学子的对战 最终由大同机械以64比62惊险胜出 他们是第一场而已 他们今天是第一场 他们打了两场 其实我们体力上蛮累的啦 只是我觉得还可以啦 尽管大同机械首站即开出红盘 但下午场赛事会上首度参赛的 龙华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工程系 就因体力不堪负荷 或使比72不敌龙华化财 一山还有一山高吧 就觉得我们其实以为说在学校所打的冠军 其实自己很强 其实到外面发现还有更强的啊 比如说政大和那个景专嘛 他们神人高马大 他们轻松打打个战术 其实就很容易就赢了 首度参赛的龙华化财 今日另一场比赛 则以69比62在预赛取得第二胜 稳作A组冠军 今天球员表现的话就是其实一如往常在学校表现的 防守都有拿 能量都有拿出来 所以我们得到很多转换的快攻的机会 然后在这次比赛取得二零色的成绩 而去年在全国赛 只顾八强的传统建旅警察专科学校行政警察科 监睿两场赛事 则以50比85 即61比112 清取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 即实践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比赛的感觉还没找回来 外线的手感就练了 没有发挥水族 那这场比赛就稍微调整一下 就发挥了很多水族 明日将进行各组冠军交手的循环赛事 谁能代表北一区龙头晋军全国赛 请各位愁迷秉席一待 SSU特派员刘亦峰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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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